很可惜啊 我这个水培的草莓我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情 昨天看起来它就尿不拉几的 我把这个茶壶给改造成了一个水培的容器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这是一个很错误的决定 因为看到里边的根是什么样子 全都黑了 这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温度太高 这个茶壶它是聚热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温度的原因 这个茶壶它是不是把这里头烤熟了 很可惜很可惜啊 这多漂亮的一株草莓 我不知道还能救回了不能 这个样子很难啊 太可惜了 这个茶壶可能不能放在室外 室外温度太高 这个茶壶不行 根都变成黑色的 我感觉像是煮熟了那种 跟之前我给大家拍过的那个洋葱的那个 是差不多的感觉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我把它埋回地里了 现在不知道万能的土地能不能把它救回来 每次都是我在这瞎折腾 把这些植物都快折腾死了之后 再把它们送回大地母亲这里 看看能不能救回来 希望大地母亲能够给它奇迹吧 我放在户外的别的这些水培 为什么没有死呢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外边包了很多很多的保护 看这是一层两层三层 这个也是一层两层三层 用各种各样的保护之后 它里边的温度就不容易上升了 所以就不太容易出现那种把根给烧熟的情况 但是刚才那个壶呢 就是只有单单一个壶 可能它的温度没有隔热层 太容易上升了 根子就被烤死了 这是我的一个推测 不知道对不对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上个礼貌的 我是马来的 就是这个坑的 很坑的 这部门给予福 已经〜 我们 去